看呐 动物园这只四吨重的大象 脚底板竟然长出了一个巨大的鸡眼 休提师傅第一次为大象修脚 用扳刀挖掉鸡眼上的烂肉 没想到越挖越深 就像挖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地角 全程那是相当的解压 大家不妨欣赏一下 这家动物园前段时间 从野外救治了一只受伤的大象 工作人员将它带到了动物园生活 还请来了兽医为大象检查身体 没想到接连几个兽医检查完毕后 却愣是查不出大象的身体有啥问题 可是大象每天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而且也不好好吃饭 感觉非常的沮丧 为了让大象的心情能舒缓一些 负责喂养大象的小哥 每天给大象冲澡 陪着大象说话 但这一天大象正在打盹 为大象的小哥走进大象后 才发现大象的脚底板上 竟然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鸡眼 鸡眼的中心还在不断地往外冒着浓水 原来大象不爱运动 是因为脚底板的原因 平时大象都把鸡眼踩在脚下 难怪兽医们检查不出大象的问题呢 本着发现问题就要解决的原则 动物园长表示 不管花多少钱 也要为大象治好鸡眼 工作人员商议 人要是得了鸡眼的话 要请修脚师傅挖掉鸡眼 我们不妨也找一个修脚师傅 给大象修一下这个鸡眼 一帮子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为大象请了一个修脚师傅 但没想到修脚师傅被大象吓了一跳 表示自己的小工具接不了这个大火 四吨大象脚底板长出大鸡眼 修脚师拿大刀挖掉烂肉 没想到越挖越深 就像挖地洞似的 为了给大象治疗鸡眼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们 接连请了好几任修脚师傅 但人家都说接不了这个活 直到找到一名修牛蹄的师傅后 人家表示愿意试试看 虽然师傅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但见到大象的那一刻 还是被眼前的庞然大物给惊到了 修牛蹄的师傅担心 自己钥匙给大象弄疼了 大象抬起一脚 就能把自己踩死 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也担心出现这样的问题 直接全员上阵 负责吸引大象的注意力 他们一边找来大象爱吃的水果 一边给大象擦洗身体 放松心情 而修蹄师傅 也掏出了自己的最大号修蹄工具 对着大象的脚丫子开动了 修蹄师傅经验丰富 用大号道具先行 割掉了鸡眼上边的烂肉 随着刀子一次次起落 鸡眼周围坏死的皮肤和肌肉组织 渐渐被刮出干净 很多人认为 大象的脚底板是硬的 但其实 大象的脚底板 就像女生粉嫩的脚底板一样 柔软平整光滑 刮掉外部的坏死皮肤之后 修蹄师傅开始换了自己的小弯刀 开始向着鸡眼的中心部位 往深处掏 如果这些深深嵌入 大象脚底板的腐肉和浓水 不处理干净的话 那治疗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 过不了几天 大象的鸡眼就又会复发 那么修蹄师傅 能否圆满完成任务呢 动物园四吨重的大象脚底板上 竟长了个鸡眼 修牛蹄的师傅 勉强接下这桩满卖 拿出勾刀一直往深处掏 没想到最后在大象的脚底板上 掏出个血洞 真是太解压了 修蹄师傅使用的小勾刀非常锋利 看似小巧 但每一刀下去 都能精准地将鸡眼坑中的烂肉挖出 修蹄师傅下刀非常谨慎 因为越往下边掏 就越容易伤到健康的皮肉 如果惹怒大象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修蹄师傅一边挖鸡眼 一边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 大象的一举一动 生怕有任何风吹草动 惊扰到大象 可大象好像知道 修蹄师傅在救自己 修蹄期间并无明显的大动作 但小小的鸡眼 好像埋藏得很深 现在已经被修蹄师傅 挖成了一个血洞 里边的浓血和烂肉 渐渐清除干净 随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完事后 修蹄师傅又从药箱里 掏出了一大瓶抵抗发炎的药物 直接一股脑地 倒进了大象脚底板的血洞里 如果不做上药处理的话 大象天天下地行走 用不了几天 这个血洞 就会重新埋藏污垢发炎 最后一步就是裹纱布了 纱布一裹 能进一步隔绝病菌 降低肌眼复发的风险 大象作为野生动物 恢复能力很强 半个多月后 大象的脚底板 就重新光滑入出了 估计修蹄师傅的这次经历 也成为了职业道路上的唯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